活動結束前突然一陣怪風來襲 OPEN小將順勢被風吹走 工作人員第一時間還想搶救 但就差那麼一點 只能看他眼睜睜飛走了 OPEN小將斷線落跑 從高雄夢時代離家出走 飄到大樓後方消失無蹤 過了四小時後 OPEN小將被發現在十七公里 遠的這個地方 工作人員合力將氣球殘骸 集中保管 在同心協力 把OPEN小將搬運上車 原來十七號下午 OPEN小將參加完遊行活動後 準備趕場參加夜間展演 沒想到突然一陣颶風來襲 把他吹到離家十七公里遠處 在高雄大樓區被巡貨 但被發現時只剩下殘骸 廠商估計損失高達六十萬元 OPEEN小將離家出走引發網友瘋狂 討論 還有網友開玩笑說 這是不是在掩愛的迫降 還有人有感而發表示 OPEN小將獨留女友小桃在會場 難怪感情勉強不來 但也有鄉民很擔心 因為高雄夢時代 就離附近的小港機場不遠 也讓人擔心會不會造成肥安問題 OPEN小將變成拖江野馬 其實不是大型氣球遊行的第一次 過去也曾發生灰太郎斷線事件 主辦單位恐怕未來 還要增加固定審所 避免類似落跑畫面再次出現 其實我們孫敏方謝佳麟採訪報導